大家好 欢迎来到《红朝秘闻》 我是美玲 现中共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 曾被外界预测为是中共党魁习近平重义的心腹 他在被调往薄熙来和孙政才的势力范围重庆时 也是屡屡高调协助习近平 在重庆官场不断肃清伯孙的旧部流毒 并肉麻捧习 但被外界看作是习近平接班人的重庆市委书记 却出乎意外地未能在二十大入常 而是被打到天津坐冷板凳 近日 陈敏尔在贵州的许多旧部落马 其大秘也公开在电视上认罪 被认为是对他极为不利的信号 大秘认罪贵州旧部落马与陈敏尔有关 2012年2月到207年上半年这段时间 陈敏尔曾在贵州任职 先后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 省长省委书记 现在他在贵州一些旧部纷纷出事 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个人 2023年8月28日晚上 中共中纪委国家经理网站发布消息显示 贵州省委员书记孙志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根据资料显示 2015年10月 孙志刚被调任贵州省 不久后当上贵州省长 和时任省委书记陈敏尔做搭档 2017年7月 陈敏尔调到重庆以后 孙志刚接任贵州省委书记一职 直到2020年11月退休 但时隔近三年又被带走调查 有分析认为 孙志刚很可能牵连到了陈敏尔 2023年3月27日 贵州省政协前副主席李在勇落马 同年10月21日 李在勇因涉嫌受贿 滥用职权一案被逮捕 中共官方在通报中说 李在勇肆意违规 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等 中共党媒也声称李在勇是六毒俱全 而李在勇被中共图批的一条重要罪壮事 他从2013年到2016年主政六盘水期间 大肆借债 搞旅游业 充政绩工程 给六盘水新增债务1500多亿元 李在勇正是靠着这个所谓的大手笔工程 从而引起陈敏尔的注意 2017年 他被陈敏尔提拔为大秘 值得注意的是 在陈敏尔的贵州模式政绩当中 就包括生态旅游等产业 对此 旅美士兵人士李燕明认为 李在勇曾是陈敏尔大管家 涉及的一系列经济罪名背后 其实是中共高层派系的内斗 李在勇的落马 牵连到众多 曾主政贵州的国企高官 首当其冲的就是陈敏尔 旅美士兵人士陆天明表示 李在勇被双开 很可能是中共当局针对陈敏尔而来 目前 中共高层内斗 已经从派系间的斗争 逐渐转向向习家军内部斗争 陆天明分析道 中共要整哪个官员 往往先从大命下手 至于是否会对该官员本人采取行动 就需观察后续动向 陈敏尔曾一度表现得异常高调 外界也把他看作是习近平的潜在接班人 从中共当前的局势来看 所谓接班人的说法 对最高当权者来说 可能恰恰会被认为是具有潜在的威胁性 陆天明指出 尽管陈敏尔曾是受习近平信任的人 但共产党的内斗永远停不了 斗完了政敌就开始斗自己人了 2022年10月 贵州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刘文新被查 2023年9月被双开 并遭到指控涉嫌受贿罪 行贿罪和洗钱罪 今年1月18日贵州官媒播出反腐专题片 刘文新在镜头面前哭着说对不起 据该篇披露 刘文新大搞全色 全色交易 还大搞所谓的两面派 伪忠诚 并在私下偷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 中共批他表面似乎信马列 实际堵信风水 相信神佛 在家中供奉神像 摆放法器 据悉 他在任职前夕南州委书记后 专门请风水大师给他官院算卦 并按要求在家里摆放有玻璃鱼缸和木制的官贸椅 布下风水局 以此来祈求升官 刘文新也是陈敏尔旧部 刘文新在任贵州副市长期间 陈敏尔从浙江省调任到贵州 刚好是刘文新的新上司 从2023年到2024年1月 贵州已有多个官员落马 比如贵州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宇峰 贵州省公安厅原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公安厅 纪检监察组原组长陈刚 贵州省红十字会原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王开禄 和贵州省前西南州政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梁龙福等人 从贵州官场到金融圈的他方式震荡 也可以看出当局对盘踞在贵州多年的陈敏尔的态度 其中最受关注的则是在潘志利主政期间 独山县政府举债2亿人民币建造天下第一水丝楼 官方名称原为水丝辅塘 是独山县影山镇静兴古景区的标志性建筑 独山县公开资料显示 该建筑设计共24层楼 楼高99.9米 占地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 就是这样一座卡斯大投入的建筑 从2016年9月开工以后 在2018年6月并各种原因挺工 微博账户名为观视频工作室 马前卒工作室的时政评论节目 睡前消息 在2020年7月12日上传的视频 马前卒暴走 欠看看独山县怎么烧掉400个亿 周年特辑上 将独山县花400亿打造的形象工程 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有网友气愤地表示 贫困县举债搞形象工程 给谁看呢 这400亿又多少进了官爷的口袋呢 独山县县委书记潘志力 在2018年被免职 后被判刑12年 从2012年2月到2017年上半年 陈米尔都在贵州任职 也就是说 潘志力在独山县胡来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陈米尔眼皮子底下进行的 有网友在品封网表示 这么大的一个负面新闻 不搞定几个大领导是不行的 最后谁会倒霉呢 前几年 贵州一把手是陈米尔 难道是他要出事了吗 陈米尔二十大未能入场 跌落天津坐冷板凳 尽管陈米尔被公认是习家军的要员 也几乎一直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最热门人选之一 但他仍被排除在中共的第二十届政治局常委名单之外 2022年12月8日 陈米尔接替李鸿忠出任中共天津市委说计 有分析认为 陈米尔表面上是平调 实际上是被降职 到天津坐冷板凳 2022年12月9日 陈破空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 陈米尔是习近平的心腹 最早传出他至少会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 但习家军的其他人都入场了 唯独没有陈米尔 他只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格 第二个说法是 陈米尔会当中共副总理 但现在他也不是副总理 那第三个说法就是 他会到上海接李强的市委书记一职 属于平级调动 但是他最后去了天津 陈破空分析说 陈米尔去天津 为什么说是一个降级 如果说从重庆到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直辖市 还说得上是平级调动 或略有上升 但天津只是附属于北京的直辖市 和重庆不能比 重庆是西南重镇 人口3000多万 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所以把陈米尔从重庆调到天津 相当于降职 因此陈米尔被定义为 二十大习家军中的失忆者 士兵人李燕明表示 作为习近平的浙江底细旧部 和接班的热门人选的陈米尔 没能在中国二十大上晋升政治局常委 背后可能有三重政治原因 一 受到江派团派等反习治理阻击 二 被习家军内部排挤 三 受到想长期执政的习近平的猜忌和打压 而且陈米尔的前大管家及贵州旧部密集被查 这也预示着他的仕途不妙 那值得一提的是 陈米尔虽然在迎合习近平心意方面做足了功夫 但是他在治理经济方面似乎没有什么专长 这一点从他在重庆的主政时期就能够看得出来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陈米尔到重庆非常张扬 媒体爆出他或是习近平的接班人 这让习非常警觉 有分析称 习想要终身做党魁 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对党魁位置有奢望 因此受到习近平的猜忌和打压 目前习的另一个亲信徐林 以贵州省委书记身份坐镇贵州 大力清洗贵州官场 包括陈米尔的几大亲信都被公开上电视认罪 看来陈米尔以后的日子不好过 在中共这台绞肉机里 如果执迷继续身陷其中 是很难得到善终的 好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